康熙临终时,两次点名一人与他陪葬,雍正继位后才明白父亲用意,在中国历史上,康熙皇帝是一位备受尊敬和仰慕的君主,他的统治期间见证了清朝的辉煌和繁荣。 然而,康熙皇帝在临终前为何两次点名让同一人陪葬,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权谋和心机出生于同家的龙科多,在康熙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他的父亲同国为是康熙的亲舅舅,而他的姐姐更成为了康熙的皇后。 可以说,龙科多从小就是皇室亲属,得到了特殊的关照,康熙二十七年,年纪不过二十出头的龙科多便霍锋一等侍卫,开始在皇帝身边工作,此后,他一直默默奋斗,在朝中逐渐赢得了康熙的最高信任,龙科多的晋升之路可谓一路顺畅,康熙五十年,他更被提升为九门提督,成为清朝禁军的领袖, 这一职位,不仅负责守卫和管理北京城内九座城门,还意味着他拥有着巨大的权力,可以自由调动军队,龙科多在朝中的权势已经无人能及,他不仅是皇亲国妻,更是康熙最信任的心腹,这样的地位自然也让他在朝中拥有极高的声望。 然而,在康熙六十八岁时,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,长期的疾病已经严重侵蚀了他的身体,日子已经不多了,在这个紧要关头,康熙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抉择,他发布了两份预令, 要求最受信任的内阁大臣龙科多随葬,这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动机呢?龙科多感到非常迷惑,作为康熙最信任的亲信,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求他陪葬。 也许在这些年里,他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吗?众所周知,古代的皇帝都会有多个孩子,皇帝一般会从这些孩子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孩子立为太子,等到自己驾崩或者退位时能够继承皇位。 康熙虽然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,但是由于其母亲在宫中并不是最受顺治皇帝宠幸的妃子,再加上其汉族人的身份,因此,一开始顺治皇帝对于康熙这个孩子并不是很喜欢,虽然小时候康熙并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喜爱,但是由于康熙小时候天资聪颖,其学习天赋远超于其他几个兄弟,因此,年仅五岁的康熙便深得孝庄太后的喜爱, 康熙勤奋好学,又十分聪慧,因此自五岁起,就经常被孝庄太后带在身边学习,同时也经常教导康熙一些治国理政的道理,在孝庄太后的尊尊教导之下,康熙每天就遨游在书籍的海洋之中,出去吃饭,睡觉,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看书阅读古籍,虽然小时候的康熙天资聪颖,又热爱学习,可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。 在阅读史书古籍的时候,经常会遇到很多看不懂的地方,因此,也会经常去请教孝庄太后,见到康熙如此热爱学习,孝庄太后更加喜欢康熙了,古语有云,书读百遍,奇异自见,未读得熟,则不带解说,自小奇异也。 孝庄太后,有时候没时间去给康熙解读书中的道理,康熙便一个人钻研,反复阅读,从其中感悟治国理政的道理,而康熙如此勤奋,也很快引起了顺治皇帝的注意。 在一番比较之下,年幼的康熙,不管是在品德、智慧,还是在其他的方面,都要远超他的几个兄弟,再加上孝庄太后的宠爱。 康熙也是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青睐,并且,由于自己的天赋,也使得顺治皇帝越来越喜欢康熙。 在康熙八岁的时候,自知自己时日无多的顺治皇帝也明白了,是该到了退位让贤的时候了,于是便将皇位传给了康熙。 其原因除了康熙自己天赋义、才华横溢,以及孝庄太后的推波助澜以外,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天花。 虽然现代社会人们都已经接种过了天花疫苗,因此对于天花这种疾病都有了免疫力,可当时在顺治年间却没有天花疫苗,因此在天花爆发起来的时候,朝廷上下以及民间都有很多人死于天花,而康熙也没有幸免,在小时候也不幸染上了天花。 当时,许多人都以为康熙染上天花之后,难逃死结,不过,幸运的是,最后康熙不仅靠着自己顽强的意志以及身体素质坚持了过来,并且,相比于得天花之前,身体更加好了。 这在当时看来,简直就是神迹,再加上古代人们比较相信迷信,在经此一役之后,康熙也被很多人认定是天玄之子,成为皇帝也是众望所归。 不过,由于康熙登上皇位的时候,年纪太小,因此,顺治皇帝也给康熙做了一些安排,派遣了四位顾命大臣来辅佐康熙,帮助康熙处理朝中的一些大事,这四位顾命大臣中,最为人们所熟知的顾命大臣之一便是索尼,还有其死对头翱拜。 不得不说,顺治皇帝的这个安排,对于康熙而言,百利而无遗憾。 一来,此时的康熙年纪太小,很多事情都容易被外人干涉,一旦康熙登基之后,权力被架空了,也就成为了所谓的傀儡皇帝。 那么,作为康熙的父亲,顺治皇帝当然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发生,并且也肯定不会愿意将大清的江山拱手让人。 二来,顺治皇帝给康熙挑的这四名顾命大臣各位都有自己的派系,其内部形成了一种斗争关系,特别是索尼与傲拜,更是一对生死冤家,这四名顾命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。 也就更加有利于未来的康熙掌握皇权,当然,也有人认为,顺治皇帝给康熙指定的这四位顾命大臣,是为了来制衡孝庄太后,不过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,也无法考证了。 在康熙被册封为太子的六年之后,顺治皇帝去世,年仅十四岁的康熙开始了正式亲政,虽然康熙八岁登基,也从书中感悟过许多治国理政的大道理,不过,如果没能将这些道理转化成实际,那么终究只不过是在纸上谈兵罢了。 在康熙真正开始亲自处理朝政之后,才慢慢地意识到,这朝中之事并非自己想象之中的那简单,此时,依旧是顺治皇帝清典的四位顾命大臣来辅佐康熙,只不过,其中有一人早已按捺不住兄中的反叛之心了,此人正是四位顾命大臣之一的敖拜。 人的野心就犹如脱降野马,一旦没有了枷锁的束缚,就会在欲望的原野上疯狂驰骋,在古代社会中,皇权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,是无数人所梦寐以求的,他的子嗣众多,但在他生前却没有立哪位皇子为继承人,以至于康熙皇帝驾崩后,圣旨上写着四阿哥印针成为继承人,让很多人都难以相信。 其实,康熙早就看出了印针的才能和忠诚,他认为印针是最适合继承大统的人选,但他吸取了之前两费两利印人的教训,没有公开立太子,而是将传位印针的圣旨放在了正大光明匾额后面。 不过,康熙去世前还要求一个男人为他陪葬,当时的印针并不明白皇阿玛的用意,直到继位后才得知父亲的高明。 这个人就是龙科多,当时康熙已经在为印针选择辅政大臣了,便是龙科多和年庚瑶,年庚瑶的妹妹嫁给了印针,二人已经绑在一起了,龙科多的出身相当优越,其祖父是清朝开国功臣,其父也曾在朝廷担任要职。 而且龙科多的家族还出现了多个受宠的后妃,所以龙科多的一生走得十分畅通。 相比之下,年庚瑶则稍显逊色,然而,一旦龙科多对新任君王有了一心,那么他就是最大阻力,该怎么让他对印针死心塌地呢? 康熙皇帝想到了一个办法,这一天,龙科多被康熙皇帝秘密召见,让他震惊的是,康熙皇帝竟然要求龙科多陪葬,这一要求让龙科多大为震惊,他不明白,为什么康熙要这样对待自己,他不是一直忠心耿耿地为康熙效力吗? 他还这么年轻,还没有大展宏图,怎么能就这么死去,但是他也没办法,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,其实,康熙的这一要求并不是出于恶意,而是出于高明,话说,龙科多失魂落魄地从皇宫出来。 他一路上都在思考,应该怎么办,印针低头说道,父皇,而臣不知道您为何要让舅舅龙科多陪葬,他是您的姻亲,也是您的心腹大臣,他为您立下了不少功劳,您为何要这样对待他呢? 没想到康熙却心情愉悦起来,他看到印针为龙科多求情,便将这道陪葬的圣旨给撤销了,这下,印针更加不明白了,他也是一脸不解地回到了王府,但龙科多得知康熙将圣旨撤销了后,竟然对四阿哥感激涕铃,连连磕头,印针这才明白,原来这是父皇给自己送忠臣呢。